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伟玄VB 今天我们挑的一则是科技人文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news 它来自于网路媒体叫做爱泛儿 它标题叫做 画不好美少女吃面的AI 让二次元怒了 吃面很重要吗 是画不好重要不是吃面重要 他一开始就说禁止AI学画成了现在的流行语 为什么呢 他说今年是这个AI成绩飞燃的一年 AI可以写文章做视频玩音乐当画家 你给他资料他就弄出一个真的东西 那今年也是许多艺术从业者色色发抖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人类的双拳或是尸首都难提AI的这个进步神术了 现在压力到了这个漫画家这边 二次元门不干了 是那在今年的10月3号 韩国著名的漫画家跟插画家金正基意外去世 他因为现场作画不打底稿 可以直接画出非常大而且复杂的场景 被称为人肉印表集 他曾为漫威绘制漫威英雄大乱斗 那在现在电脑绘画大型奇道的今天 金正基他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手绘方式 是 紧接着他说在这个10月7号 日中于这个城市深层和AI艺术的一个推特的用户 我们叫他做这个BG先生好了啦 他将他的一个作品为给这个AI的模型 这个平台叫做Stable Diffusion 讽刺意味十足啦 因为就像我们这个时空见惯那样嘛 BG先生没有经过任何的许可 只是Google的这个金正基的一个作品而已 他说最终效果如何呢 第一眼看似乎还是蛮逼真的 但是你仔细看进去就是非常的一个浮光掠影 就是非常的潦草 那这对这样的行为其实不出意料的是 BG先生的反对者真的是跟山一样高 那BG先生他当然也看到了这些网友的批评 他就回应了 我喜欢AI技术啊 但即使AI生成的艺术是完美的 也是没有办法取代艺术家的思想跟画迹 这只是探索艺术家风格的一种新的方式 一个被分享给大众的玩具 不需要与一生才能证得的才华 拿来做比较 是 这段发言虽然BG先生看起来是把他的姿态压到非常低 还不忘要致敬我们的艺术家 可是他的字里行间又是非常的傲慢 所以这个用字前词要非常小心 对不对 真的 他说金正基本人 他是刻苦的天才画家 高一的时候一天可以12个小时都在画 成名后他还是每天平均也是画10个小时 有网友指出 他说这个人叫做BG先生 江金正基的艺术视为只是一种玩具 这个问题大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他的作品被歪曲了 他说五年后的孩子会看见这些狗屎 而不是他的真基 因为很容易复制 大量的复制 反而真基大家比较少看到 对不对 应该是反而是也许就是技术越来越好 看不出来谁是真基 那另外一个漫画家Colly先生 他也忍不住反驳 艺术家不仅仅是一种风格 他们不是产品 而是一个个呼吸体验者的人 学习感受和成长 最后创造艺术 那BG先生的AI模型呢 代表是一种非常糟糕 用来看待艺术家的方式 是 所以他说这AI生成器 并非是致敬 而是对这个金正基作品的一个盗窃 可是这个BG先生本身没有赢 但是这个AI的模型平台 这个Stable Fusion 他说又火红了一次 这个Stable Fusion背后的公司 在10月中旬 筹到了1.01美元 估值约为10亿美元 这个Stable Diffusion 跟其他的竞争对手的平台 有点不同 就是他是开源的 代表他所有的代码都公开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他就是AI艺术界里面的Android 所以说这个Stable Diffusion 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使用它 从执行文字 生成图片 独立开发应用或服务 但这就意味着 不需要测试版邀请或订阅 工程师呢 可以在任何的图像资料库上 训练他们的模型 制作出他们想要的艺术风格 那当然他也有提及啦 就是涉及犯罪毁谤骚扰的内容除外 对 可是他所犯下的这个盗窃 未必比上述这些东西来得不严重 是不是 对啊 接着是这个Stability AI的顾问 他曾经说过 我们很高兴能够支持 AI的民族化 会让光明弹簧 对不对 那开源的属性 既让这个AI模型 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 也是AI艺术爆火的一个基础 你拿人家的艺术的真品 作为你的基础嘛 对不对 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的普及 或许不是个好消息 被侵权就是一个逃不过的一个问题 是 由于艺术风格跟构图 其实是不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是 因此呢 使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的图像 往往不被视为 侵犯视觉相似的作品的著作权 但是如果它涉及真人 或是品牌标示 那么人格权或是知识产权 是仍然受到保护的 是 那根据协定 Stable Diffusion生成的图片 它的版权呢 是归属于创作者的经济集体 而不归属于任何个人跟公司 但是你可以把你生成的图片 用于商业或是非商业的用途 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站在我们科技人文那个角度 我们会喜欢科技的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help人文 它不是destroy人文 不是毁坏的人文 对不对 AI应该是帮助人们做一些 就是劳力方面的事情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可以空下去 做一些人文的创作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科技比较有价值 比较有意义 对 它如果是反而剥夺了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艺术 因为你这样大量的复制 大量的放在你的这个网站上 真的 大家会越来越看不到 那个真机在什么地方 然后可能看到都是一些 比较劣质的一些东西 这对人文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我是这样觉得 可是我觉得它现在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火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NFT新奇之后 所以很多没有能力做自己创作的这些 二次创作者们就会想要用AI来算是 找一个小编门走进去 所以技术开放我觉得也不完全 它都是全面都是好事 对不对 这种开放让你可以善用 然后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又没有什么法规 然后道德又很模糊 但是你的确是对那个原创者会造成伤害 没错 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态度了 大家就顾望听之了 那以上内容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K大叔吕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伟宣VV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